马其马拥有多么迷人的眼睛 漂亮的红色头发 以及可以让你发疯的好身材 他几乎可以迷倒许多的处男 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 但如果你了解他的事情更加多 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疯狂的事情 在炼剧人的故事中 马其马可以说是反派中最特别的 当然不只是他的身材与众不同 马其马让人的感觉有不同的观点 甚至还出现对他两极化的讨论 马其马在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和还有许多国家的领导者都惧怕他 他到底做什么事情导致大家惧怕他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讲解马其马做了什么 还有他为什么会那么与众不同 马其马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日本政府抚养长大 日本政府在这些年来 都一直以契约的方式来抚养他 政府不断地培养和教导他 对本国有利的知识 政府会这么做 是因为马其马是支配恶魔 这对拥有支配力量的国家来说 是件有利的事情 有了马其马的力量就能够操控世界 日本在国际的地位也会非常恐怖 因此政府将他培养成一个冷不无情 非常认真不胡说八道 即便是撒谎也能面不改色 没有任何情感包括同情心都没有 藤本书也说过 人类因自私的想法而导致死亡 更讽刺的是 他们试图控制自己最恐惧的恶魔 为了不让恐惧的恶魔背叛自己 于是日本政府不断灌输他自私的知识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马其马可以说是无辜的恶魔 他只是被日本政府控制 有看漫画版的朋友们都知道 最终马其马被炼剧人击败 后来以新身份纳尤多登场 岸边担心把他交给国家会变成第二个马其马 所以岸边将纳尤多交给了电子抚养 马其马其实蛮可怜 但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摆脱政府的控制 那么我先回到马其马的人生 他为人忠心且容易摆布并且还很喜欢自己 他很喜欢人类 就像人类喜欢狗一样 他有自己的理想 希望这世上的死亡 战争 基因等不幸福的因素都消灭掉 于是他犯下最错的选择就是追求电子的心 马其马精心设计攻打电子的心 正确来说是他知道波奇塔与电子的契约 为了毁掉电子与波奇塔的契约 他开始考虑如何让电子无法振作起来 那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电子 不配和他的英雄炼剧人联系在一起 在前面 我有提到日本政府向马其马灌输某些知识 但他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打着以正义的名声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在漫画《33话》中 马其马对黑帮老大的对话说了这句 所谓必要的恶 只是将恶行正当化的借口 对社会而言并不必要 所谓的必要的恶 想来是国家套上项圈加以制配 对于马其马来说 杀任何的人都是合情合理 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所谓正义 马其马会以当下的利益要做出选择 就比如拿同伴和国家比较的话 马其马会优先选择国家而背叛同伴 毕竟对他来说同伴是恶 政府就是正义 他从小到大都是以这样的观念被灌输 但马其马也没有抗拒他们 只是简单地接受他们 他也认为这些观点是公平的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马其马看待人类就像狗一样 认为人类就和狗一样没什么不同 简单来说没有任何的生命对他是重要的 竟然生命对他来说不重要 为什么他还要保护人类 那是因为他的能力高于人类 所以他觉得保护低等人类是一种责任 这就好像上帝一样 上帝会保护弱小的人类 保护人类会让马其马感到自我良好 但凡是不合他理念的人 他都会完全消除他们 在漫画《九十三化》的时候 马其马认为现在的恋剧人很肮脏 和他想象中的恋剧人完全不一样 于是他要杀掉现在的恋剧人 他的控制欲非常的强 所有低等过他的生物他都要控制 虽然他没有上帝的怜悯心 但还是会帮助弱小的人类 这也使他与其他恶魔不同存在的理由 因为通常聪明的恶魔都会有自己的情感 但马其马都是保持一样的情感 这就是马其马独特的地方 但无论他怎么样表现得无情 他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怜悯人类 他会那么想要得到恋剧人 是因为想利用恋剧人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罪恶 比如死亡和饥饿等负面的事情 我们知道恋剧人拥有完全消灭恶魔存在的能力 恋剧人只要吞噬掉那个恶魔 那个恶魔就会完全消失并不会再重生 在漫画八十四中 马其马透露说世上只有他记住 纳粹 艾兹病 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的灾难 他看到这些事情的危害一次又一次的消灭人类 他能记住这些灾害让它成为是一种负担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没有灾害的世界 有句话是说无知是最幸福的 然而马其马也是无知的 他即使知道政府的腐败和阴谋 但他依然要确保接下来的灾难不再发生 人类也永远不必记住这些恐怖的事情 但如果马其马摆脱人类最害怕的恐惧 那么将会出现另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了 比如人类克服死亡或者其他灾难 最终世界会变得不道德 人性也会越来越贪婪而衍生更多的恐惧 最终人类会变得自私自利而不关心其他人 这世上就不再存在所谓的爱 恶的存在是善的存在所必要的 一旦一方面失去平衡将会造成严重的毁灭 马其马在这一点上就有矛盾了 他会渴望恋剧人会是怎么样的 但作为支配恶魔是反对任何的情感 马其马的成长经历是没有理解爱的概念 更不用说可以接受爱和其他情感 他目前的情感都是以支配来反应 就比如他认为人类就像狗 他对人类的感情就像他对狗一样 有养宠物的朋友都会明白这个感觉 你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 看到自己觉得可爱的宠物都会觉得开心起来 他想要打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想要消除灾难性的恶魔来使世界变得美好 这是他想要的世界 但这世界是不关心人类的性命的世界 对于人类来说就像狗 他随时想要支配或者领养人类都不是问题 要爱一个人的前提是要平等 但在马其马的世界里 有人会一开始就是他的下等人 唯一让他有强烈的情感就炼剧人 认为炼剧人是上等人 他还说他是炼剧人的粉丝 炼剧人是他的偶像的话 就不会被他所支配 因此马其马会不顾一切都要得到炼剧人 他一心想要控制他 甚至被吃掉他也无所谓 这样马其马就可以永远和炼剧人在一起了 在他眼里 电刺是个下等人 可是一窍不通的电刺却被选为炼剧人 于是他就拿掉他心爱炼剧人的心脏 得不到炼剧人就拿他的心脏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马其马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被视为人类 尽管他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像个人 但他还是一个不会死亡的恶魔 并且还会重生的工具 所以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的感受 对任何人来说他就是支配恶魔 一个不需要任何情感的恶魔 但马其马重生变成小孩时 我们对于马其马的印象就会完全不一样 那么谁可以把冷酷无情的循环救出马其马 当然是地狱的英雄炼剧人 炼剧人拥有吃掉恶魔并将它们从世上消除 死亡和爱是马其马无法支配的东西 但炼剧人可以将这两样东西合而为一 马其马其实是羡慕波奇塔找到爱 波奇塔就是找到电刺 他被电刺所疼爱 所以才要与电刺一同实现冤枉 于是在马其马重生后 就要阻止他再次变成之前的马其马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感受到情感和爱 这也是支配的对立 马其马可以说是故事中最特别的存在 他利用自己支配的力量来完全自己理想 在炼剧人第一部故事中 整个故事都是被他牵着走 他也是主角电刺的暗恋对象 马其马也知道电刺对他有意思 所以他就完全操控电刺的人生 给了电刺美好的生活 然后全部一次过途走 目的就是为了毁掉电刺与波奇塔的幸运 他将电刺变成虐待中的幸存者 这样他就可以拥有他所爱的东西 但是马其马缺乏情感 这就导致他在最后一战中失败 当时马其马说炼剧人是不会吐痰 不穿衣服也不会说话 做的事必须全部乱七八糟才对 马其马拉出了电刺的心脏 马其马以为自己得到了电刺人的本体 但埋伏着的真正的电刺找到了破绽 用怕瓦的血做成的电刺 砍中了马其马的身体 而这些血开始在马其马体内暴走 刚才与马其马战斗的电刺 是电刺从自己心脏处摘下来的波奇塔 随后电刺杀死了马其马 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在第一步结束 他再次的重生为那有多 重生后的马其马不懂得性格 会不会像之前那样 希望重生的他 这次真的可以找到所谓的爱 你们对于马其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 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